科文哲律师团否认裁定书外流 会被这么问全是因为清律媒体 把科文哲的积压关键写得清清楚楚 包含靖州刊跟自由时报等 接连报导检调查出有不明资金 流入科文哲的妻儿账户 科文哲还疑似忙着删讯袭灭证 但这些内容都没有出现在台北地院的新闻稿之中 这个裁定书有几个人会拥有 包含科文哲本身 科文哲律师 还有背景 那就是只有这几个人才有 那为什么有些特定媒体就有这个裁定书的内容呢 这里面有没有泄密的问题啊 为什么特定的媒体就一直可以从检调那边拿到资料 积压的裁定出来之后 一般大众看的都是那种精简版的 只有特定媒体拿得到完整版 那这是为什么 北院也发声明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 没有直接提供裁定书给予媒体的惯例 北院要说不是北院干的 民众党副秘書长徐甫则说 裁定书里当只有律师看得到 连他也没有看过 因为这是不公开的 律师不可能给 更批评部分媒体配合检调放消息 只是为了毁人设带风向 被罢免的议员王浩宇 更在脸书贴出2772四个数字 随后绿媒又报道说 2772就是科文哲在北所的编号 但他的编号连北所都拒绝公开 结果绿媒却能够公开报道 很奇怪的是每一次当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像检方或是刚刚讲预方 都会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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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露 可是媒体又有这个资料 他是怎样有 有人监看吗 还是检调在征讯过程当中有人监听 这个会让人家质疑司法的公正性 检调如何透过泄密 在司法跟媒体联手之下 对科文哲主席所造成不公平的对待 蓝白联手谴责看不惯侦查不公开 沦为口号一句 见灵居峰林全佑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